中共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 中共七常委和王岐山出席會議 香港媒體指 在這個會議的主會場和分會場 都沒有見到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這次黨史學習動員大會 是以電視、電話形式進行 除了北京中央黨校禮堂的主會場之外 各地都設有分會場 習近平出席主會場的會議並說 根據中共官方報導 李克強、栗戰書、汪洋、趙樂際、韓正 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主持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全國人大常委會黨員副委員長、國務委員 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檢察長、 全國政協黨員副主席 以及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出席會議 香港媒體《明報》2月24日的署名分析文章指 從電視的畫面看 在廣東分會場 省委書記李希兩邊分別坐著澳門中聯辦主任 傅智英和廣東省省長馬興瑞 但沒有見到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在北京主會場也沒有見到他的身影 文章認為中共當局這場大會意義重大 駱惠寧如果真的缺席 非同小可 但到現在 中共官方報導中 還未出席相關內容 2月5日 駱惠寧通過視訊方式 在中共駐香港聯絡辦公室 在線舉行2021年的新春酒會上支持 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罕見出席 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的大會 並坐在主席台上 明報文章認為王岐山在這次大會上現身 恐怕有回應外界有關中共高層權鬥 王岐山有失勢傳聞的用意 在內蒙古分會場 1月在宣傳政府工作報告時 運到在主席台上的內蒙古政府主席 布小林也沒有延伸 2月9日 內蒙古衛生健康工作電視電話會議 在呼和號特召開 中共官方報導說 布小林在會前作出批示 但他始終沒有公開露面 令外界對他的健康狀況的懷疑加深 今明兩年是中共的政治年 今年是中共建黨100周年 明年中共將會召開20大 屆時中共政治局將換屆 中共當局近期開始加強宣傳引導 包括學習中共黨史等 近期中共宣傳部門大肆宣傳習近平 多名學者表示 這是因為中共內鬥激烈 中共黨會在為習近平在中共20大 三年任造勢 同時也反映出 習近平打擊政敵的手法有變化 時政評論員黃克的文章表示 2021年的中共內鬥別有特點 是個三年環 第一 各級地方官員進入換屆高峰期 第二 各派勢力力拼換屆 為2022年中共二十大卡位 第三 二十大決定習近平去留 因此2021年內鬥就顯露出整體性 結構性 系統性的特點 對中共國派勢力來說 這不是爭一日之長短 而是爭未來五年的格局 中共國派必然放手一搏